哈囉大家好 現在這是我的床上 然後我在床上開場大家應該可以想像 我怎麼了 沒錯我確診了 今天是第一天 然後我想說我症狀有 Karen Kaka的 然後有一點流鼻水醬 但我不知道明天會怎樣還有之後 那我們就冰來降檔水來突然囉 那我要睡覺了 掰掰 哈囉大家我又來了 我剛剛嘗試睡了一下澡 但我完全睡不著 但我現在超累 但還是睡不著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反正等一下我會打電話去視訊看著 然後再看看如何 對然後我現在也沒有很餓 又很累 但是睡不著 這是我的午餐 雞翅跟粥 然後我吃了兩次才吃完 因為有點順小 剛剛視訊看著完 然後現在要去洗澡 我超累的 這個是我剛洗的水果 不知道好不好吃 晚餐是炸菜肉絲麵 而書桌有點亂 算了 這個麵有點辣喔 我現在要吃這個藥喔 超大顆 我要睡覺了 掰掰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我確診的第二天 然後剛剛起來上廁所的時候 就是很暈 然後差點暈死在廁所裡 對 因為 就很不舒服 所以完全沒辦法錄 現在比較好了 吃一點東西 然後吃完藥 現在要睡覺了 掰掰 這是我的午餐 西飯 然後現在是小 三點多 剛剛都沒胃口 所以現在才吃了 今天我都沒有離開我的床 除了上廁所以外 家都在床上 這是剛剛說的午餐 沒吃完 然後現在要吃晚餐了 陽春麵 現在應該是晚上八點吧 大家好 今天是我隔離了第三天 反正我紅粉頭 所以除了這邊都沒有瘦好 我現在就是很累 但有一點點餓 我現在已經沒有聲音了 完全 喔 因為我剛剛一直咳嗽 然後 彈超多 現在要吃午餐 然後配一家團圓 現在我洗完澡了 現在大概是 五點多吧 五點半 對 然後我今天比較早洗澡 我現在在腸上 剛洗完澡之後 發現身體都很超飽力 所以就上來躺了 但我沒有睡著 今天晚餐吃三雙巧服的乾麵 牛肉炸醬麵 然後配這個 三個麻瓜的影片 我吃那麼久才發現這個筷子長這樣 傻眼 超奇怪 現在我要睡覺啦 晚安囉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我確診第四天 然後現在是下午的三點四十幾分 我要來吃午餐 今天比較晚 然後 現在的症狀就是喉嚨有彈 呃喉嚨稍微比較普通一點 對 現在又要吃藥了 這是我的晚餐 是炒飯 然後配的影片是這個 日本票選的那個 最受歡迎的韓日女生 第二名是盒子院 超讚 又要吃藥了 聽說這是橘子口味的藥粉 試試看是不是 然後這是加藥抹粉 因為我真的超不會真要玩的 想要試一下日記 超多天沒寫 看都換來 然後我也好久沒拿筆寫 真的覺得 受感很怪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我確診的第五天 然後 這是我的午餐 它是那個 拉麵 喝味整口味 然後我今天的症狀呢 就是 喉嚨痛已經稍微好一點 但還是有一些痰 然後像現在這樣聲音有點 沙啞這樣子 今天的晚餐是 蝦仁蛋炒飯 不錯 敬看一下齁 大概就是這樣 希望我們吃得完 今天最愛的是這個 雲化的月光 這是第一集而已 很喜歡請雲針 今天的體力稍微好一點了 所以來做一些這個圖 之後要發文用的 今天是確診的第六天 這是午餐 我媽煮的麵 然後症狀大概有 就喉嚨還是有痰 但是比較不痛 差不多啦 就這樣 體力也有稍微好一點點 吧 好久沒有去外面了 這是外面的風景 今天的晚餐 是這個 應該是水煮餐 我好不容易有點胃口 然後叫我吃 那麼清淡 哈囉大家早 喔現在已經不早 現在是下午1點 等一下我要上課 所以要先吃飯 熱蛋堡 然後今天是我隔離的第七天 差不多快好了吧 應該啦 現在現在在 線上上課 前我跟老師在裡面 操作吧 剛剛快塞了一下 發現還是 兩條線 很不明顯 但還是有 好 好 今天 晚餐 是牛肉滑蛋粥 跟 清蒸的臭豆腐 塗了一下支架油 今天也要寫下日記 不然你再拖了 我的午餐是這個啦 這個飯糰 然後今天市隔離的第八天 昨天快三還有一點陽性 所以繼續在家裡 對 然後 幫我完全忘記錄影 現在要上 線上課了 然後 五個手帳這樣 這個是我媽祖的魚攤 現在是晚餐時間 這是我媽祖的麵 這是我一月份的 樂祭式手帳拼貼 我第一次做樂祭式的 所以不知道會做成怎樣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我隔離的第九天 但是 我應該是退好了 只是我還沒有篩 所以就 還是算隔離啦 然後這是我的午餐 這個是 這個Pizza Hut的那個 義大利麵 只不過我不知道怎麼吃它 它長得有點 奇怪 今天的晚餐吃這個便當 然後這個是雞腿 然後這個菜都是我喜歡吃的 剛剛好 非常棒 背叛楊吉的桌子 有夠亂的 就是這樣 沒有在跟大家騙的啦 亂得要命也拍 OK 我現在要來剪片 這些 就是我確診這幾天的影片 然後我前幾天已經有剪一些了 剩下把它剪完 快出關了 哈囉大家 我今天中午吃這個 牛肉麵 但是我比較喜歡吃牛肉炒麵 上面就這樣 嗯 然後 今天是我隔離的第十天 希望呢 這個Vlog 拍到幾天就好 等一下我就要快省了 對 掰掰 欸我剛剛吃了一口 這個牛肉麵還不錯吃欸 它那個菜超讚的 欸我剛剛發現我講錯了 這個是牛肉炒麵沒錯 怪帶的 我現在又要塞了 拜託讓我陰性吧 現在我剛塞完 然後要等它一下 拜託不要有T 欸這個我好像真的陰性了 就這樣 哎呀 鏡頭跑掉 反正呢 過十幾分鐘再砍喔 還是一條線 跟大家說我真的出關了 耶 勝利的手勢 穿著我設計的衣服出關 十歲 過日子 剛剛我派菜結束了 吃陰性 超開心 所以這個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不要再錄下去了 因為我覺得好累 我錄了十天 九天半 好累 在這邊做結尾 那如果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一個訂閱 然後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對 看在我被關了十天份上 給我一個讚不為過了 然後簡單做一下呢 這個 確診的一個總結 大概 前三四天的時候會比較有症狀 然後比較累 然後也比較 恩 就是不舒服 但後來呢其實五六天 我的食慾就回復了 體力也慢慢恢復 然後只是還有一些痰跟咳嗽 但那個有可能是就是後癮症 對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有一點點咳嗽跟痰 然後鼻水還是有 但是就是已經陰性了 所以已經不是新冠肺炎了 我沒有吃新冠一號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症狀還是有 反正就可能在後面過幾天看看這樣 然後 真的不要再隔第二次了 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從德開始到現在 真的過了十天 然後我也覺得 我這十天好像沒幹嘛 覺得很空虛 然後 就是會沒有力氣幹什麼事就對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然後不要生病 那就這樣囉 掰掰